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韩国语课 我是旅游韩国语的女主任,Hana 那我们上次学的内容是什么? 淘价还价 就是在旅游来说呢,就是花中花吧 不是吗?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能买的便宜点 那样的话会很高兴的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也是花中花,网中网 就是什么?在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我们到旅游景点的话一般会买票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有关买票的内容也要学 那好,给我读 宽光解释 好,在这儿我们是已经常常出现的什么意思? 在的意思,旅游景点就是 宽光解释 宽光解释 我以前说过没有?宽光是旅游一样的意思 那好,我们在这儿学旅游景点之前要学什么?要做什么呢? 就是做复习啊 好,那我们来复习下上次学的内容 那你们那个检测一下,你们学好了没有? 第一个,你能给我多少钱? 你能给我看多少钱那样的话怎么说? 对 好,下边 太贵了,这个很简单吧?太贵了,这个很简单吧?太什么了,太什么了是什么? 那么,是吧?好,太贵了怎么说? 那么贵了,太贵了怎么说? 那么贵了,太贵了,太贵了怎么说? 对 对 너무 커요 너무 커요 这里不难吧?好,最后 便宜点就是最重要的吧?便宜点就是说? 对 后来说,有的人说 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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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来 还有一个什么?有的人会说这个吧? 下给,就是有两个都要记住 那选择哪一种顺利的字要? 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吧 好,看看 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一般到了那个 旅游经店的话,买票的地方很多 比如说中国的故宫啊 还有那个什么呢?天安门的那个楼 还有什么?很多地方黄山啊或者是张照街也是一样 都要买一门票的 就是买一门票怎么说好呢?在这里我们说一下 我们到那边说不用叫那个 这里是故宫吗?那样的不用问吧? 只要说什么?给我一张票就行了吗? 那好,再练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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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票是我们经常学的是什么?票,是吧?票 是什么?是两次 就是张的意思 汉是一的意思 好,那给我一张票 怎么说? 票 或者可以省略票 也可以的 然后呢 不仅用在什么 就是用在故宫吗? 不是吧 有很多地方 或者是游乐场啊 那个爱宝乐园那样的地方也是说 一张票 就可以了 那好 可是一般来旅游的人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那练习一下 好,两张你们已经猜好了吧? 在这儿 张是一样的 读是什么? 两的意思 两 好 这个呢 欧人 给我读 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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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成轮的意思 欧人 欧人 图张 主要是什么? 给我两张成轮票的意思 成轮票 欧人 声音也有 跟汉字一样的也有 可是一般韩国说 欧人 欧人 那好,现在我们学一下 反义词呢? 欧人的反义词是什么? 成轮的反义词 不是反义词 可是也可以这样说的吧? 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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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人是什么? 好, 3张是什么? 3张也是一样的 1,2,3 那表代一下 1张怎么说? 1张 2张呢? 2张 3张呢? 3张 你们只会说3张就可以了吧 那好,再练习一下 给我1张票怎么说? 表1张 주세요 给我2张成人票怎么说? 2张 주세요 那儿童3张怎么说? 3张 주세요 那好,看看 这是什么呢?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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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一两个人去 然后你说我要买团队票 那是不行的 那好 在这儿我们练习一下 二张成了两张 还有那个 二张三张儿童票 团队票 团队票 还有呢 在这儿还有一个表达的办法 你们想起来了没有 我们上次那个做打地的时候 也这样说吧 12站怎么说 这样说了吧 就是简单说的办法 在这儿我们练习一下 只是我告诉你 是什么意思呢 成了两张 孩子两张 儿童两张的意思 这样的话就说 韩国人这样说 如果一张的话怎么说 儿童的办法比较难 那个呢我们下一个页 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所以不用 但是就练习一下 一般一个家庭 韩国的一个家庭是四个 可是中国的一般 三个吧 那样的话 那样的话 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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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名字吧 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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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压腿 腿又是什么 要做着什么 妈那样的意思 再做了 你要得我要那个 请示那个学生 学生卡妈那样的意思 学生证吗 为什么呢 有的地方呢 学生可以打着嘛 所以呢 你们问的话 嗯 可以打着 可是呢 有的地方呢 没有学生证的话 不给你打着 有会的 所以呢 你们要那个 好好管理 可是一般很多地方 是只有分 儿童 儿童的 那好 在这儿 我们说了什么 票 出现 一张是 很张 两张是 土张 那这样我们怎么 嗯 读呢 下边一起来学一些 属人的办法 还有 属票的办法 在这儿 我们要记住什么 儿童是 成人 儿童是 儿童 好 看看 这一次呢 我们要学一学 数字 数字就是 数字 数字 三个已经说了吧 数的意思 那好 我这是什么 하나 是我 一个的意思 하나 就是 一个 二 둘 둘 둘 两个的意思 两个 两个 这里面已经包括了 歌的感觉 歌的意思 好 셋 셋 三个 好 我们那个体育课的时候 我们那个跑步吗 那样的时候也是 하나 둘 셋 这样说的 하나 둘 셋 就是 那个中国的 两 三 那样的意思 一是没有吧 那好 하나 둘 셋 我们数人的时候也是 하나 둘 셋 这样说 好 四个呢怎么说 넷 넷 好 四 买票的时候 我给你一张 표 하나 两张 표 둘 三张 표 셋 넷 四张 표 넷 这样说 可是这个呢 只有这个的话 很简单的 可是呢 韩国呢 加上两次的话 那个说法就改变了 看看 这是两次 是什么 一张的意思吧 好 憨张 憨张 土张 土张 세张 세张 是什么 一张 两张 三张的意思 这样的话怎么说 憨 Hana 就是变成 한 둘 둘 变成 두 셋 变成 세 那 ね 也是一样 ね 这样变成 好 这里看看 那我们 数人的时候 这是 一个 名量的 意思 是 人的意思 一个人的意思 那好 한 명 두 명 세 명 四个人呢 네 명 那好 在这儿我们学了什么 一张的话 很张 可是单独说 不用两次的话 怎么说 하나 这样说的 那好 看看 我不仅准备了这个 这里有啊 那四怎么说 네 장 也是一样 到这边来就好了吧 네 명 네 장 可是后边呢 다섯 就是五名的意思 六 六 一五 七 我知道 正了 为什么呢 不会超过 那个七个人 也是会超过的 那样的话 就说 几个人 那样 可以了 好 那 这这儿 我们只选了 到七 那那样的话 五到七 五到七呢 那个不用变化 没变 就是 다섯 명 다섯 명 여섯 명 일곱 명 那个字是不变的 可是 네 다섯 一到四呢 要变的 只要懂这个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读一遍 하나 둘 셋 넷 很好 한 장 두 장 세 장 一 장 两 장 三 장 一人 한 명 두 명 세 명 好 在这儿 네 명 네 장 还有呢 다섯 다섯 五个的意思 六 여섯 여섯 七 일곱 일곱 这个你们都懂了吧 这个不难 还有呢 練習好了以后呢 你们 在那个指点里找一找一下 那个 到时的数的办法 这样的话 很容易记住的吧 先要懂一懂 하나 둘 셋 就可以了 如果说 하나 那样的话 표 하나 这样说就可以 표 하나 这样说 两次是在前面的 名次是在前面的数字 可是这个呢 两次在后边 这个要记住 就可以了 那好 看看下边的内容 这是什么 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到了故宫啊 别的地方的时候 有的时候 需要导游 那样的时候 你们可以问的 있어요 是我们已经学过的 是什么 有吗 的意思 有吗 有吗 好 中国 这个要记住 中国是你们的国家 是什么 中国嘛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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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e 있어요 中国어 guide 있어요 好的 guide 是什么 导游的意思 导游 中国 是 漢字一样的 中国 위 导游 有汉语导游吗 的意思就是 中国어 guide 있어요 韩国的 故宫啊 有很多嘛 说 里面也有四个 那样的话 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他们 安时 接来 那个 导游 你们 那样的话 有 会说 汉语的人 也有 会说 日理的人 所以呢 你们 问他 中国어 guide 있어요 好的 那好 这一家 这是什么呢 음성 안내기 있어요 음성 안내기 있어요 我到中国 聊的时候 我常常用 음성 안내기 是什么呢 위인 导游 위인 导游 这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用什么 어이징 来 听听 那个说明 你们到了什么地方 就站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 어이징 里面 想起来 那个 有关 你看的东西的 那个 说明 当然的话 你们可以 自由自在的理由 有导游的话 按照他的 那个 他安排的时间 来 那个 移动嘛 可是呢 有 语音导游的话 我自己来 可以随便 说 我可以 一个是 省略的 那样的 省略一个 或者 省略两个 那样的 这是我自己 随便 选择的 所以呢 我 我比较 那个 喜欢 语音 倒有 这么说 음성 안내기 음성 안내기 있어요? 음성 안내기 있어요? 음성 是什么 인성 的意思 就是 语音 一样的 好 안내 是我们已经 选了 下边 好 这是什么呢 中国語 也是一样吧 中国語 지도 있어요 中国語 지도 있어요 是什么呢 中文 地图 有吗 有中文 地图 吗 都 有中文 地图 怎么说 中国語 지도 있어요 到那个 爱巴尔 日圆 那样的地方 很大很大 连 韩国人 也找不到 再一个 再难 那样的时候 我们 需要 中文 地图 我去过 爱巴尔 日圆 那样的地方 都有 用 汉字 来 表示 到 中文 地图 所以 你们 可以 问 怎么说 中国語 지도 있어요 中国語 지도 있어요 好 我们到 民事馆 那样的地方 或者是 到了 故宫 那样的话 要看看 说明 那样的话 怎么说 中国語 설명 있어요 中国語 설명 있어요 好 然后 설명 是什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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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中国語 설명 있어요 有的地方 没有 中国語 설명 的话 比较难 动 所以呢 你们就说 中国語 설명 있어요 好 下边 여행 수첩 있어요 是什么 我们的课名字是什么 有限 韩国語 理由 喊一课 是什么 理由的意思 有限 有限 出租是什么 出租 我们有的时候 常常需要有 有限出租 那样的话 你们可以问 有限 수첩 있어요 有限 수첩 있어요 好 那的话 你们怎么回答呢 有的话 있어요 있어요 你问的一样的 있어요 有吗 有的意思 있어요 那没有的话 없어요 없어요 있어요 有 있어요 没有 없어요 없어요 这个很简单吧 있어요 问的话怎么说 있어요 有 没有的话 없어요 那好 在这儿练习好了 就是有 没有的意思 然后呢 在这儿我们学了什么 中国课 guide 中国课 guide 是什么 汉语导游的意思 音声安裂 音声安裂 是什么 语音导游 中国词 지도 什么 中文地图 中国词 中国词 中文说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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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下边也要学 있어요 可是这是 意思有点差劲 这是什么 안에 있어요 안에 있어요 안에 什么什么 있어요 这个意思 안에 是什么 里边的意思 我们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可以问 里边有什么什么东西吗 那样的时候用的 那练习一下 안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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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안에要注意 这个发音 就像是吧 可是 안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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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呢 就是气质的意思 气质 这个呢 안에 有点不同 好 看看 先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解决肚子的问题 到了那个里尔景点 可是到那边 饿的话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可以问 안에 食堂 있어요 안에 食堂 있어요 好 食堂是什么 我们已经学了 是什么呢 对 食堂嘛 好 안에 食堂 있어요 什么意思 里边有食堂嘛 里边有餐厅嘛 的意思 食堂 好 看看 안에 매점 있어요 안에 매점 있어요 好 안에 我们一起来写 안에 好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化妆 化妆 我们已经学过的呢 各种类型 안에 化妆 있어요 안에 化妆 있어요 那 故宫那样的地方呢 有指定的地方 只有那边有化妆 실 到那个什么店那样的话 那个太和店那样的地方 没有卫生间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你们先要查一下 有没有卫生间 那样的话 안에 화장실 있어요 好 下边 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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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에 部官 있어요 안에 部官 있어요 部官 那是什么 保管的地方 保管和 那这是用汉字来表达的话 怎样 可是一般 用汉语说的 寄存行李的地方 可是那个 只是自己来说的 那个在超市里面呢 或者是一些美术馆 那样的地方 不能带着很大的包 那样的说 你可以说 部官 있어요 有在中国旅游的时候 也有些地方呢 不能带着那个照相机去 为什么呢 部官的那样的地方 很危险呢 所以呢 那样的话 需要部官 好 好 过渡 안에 部官 있어요 这是我们认识什么 食堂 是什么 餐厅 매점 小卖部 화장실 衛生间 部官 部官 寄存行李的地方 那好 最后一个句子是什么呢 안 一样吧 也是主词 그 안에서 那样的话 你可以问 안에서 도시락 먹어도 돼요 도시락 먹어도 돼요 有些地方呢 甚至你带着 那个饭 喝去的 所以呢 要联系 一张票 怎么说 一张 한张 好 很好的 好 下边 有没有 위인 도요 怎么说 对 음성 안 내기 있어요 음성 안 내기 있어요 好 最后一个 里面有小卖部吗 小卖部 怎么说 매점 那怎么说呢 对 안에 매점 있어요 안에 매점 있어요 那好 跟我一起来 有节 最后的快点说一下 给我一张票 票 한张 주세요 给我一张票 给我一张票 票 한张 주세요 有韩语到有吗 중국어 가이드 있어요 有韩语到有吗 중국어 가이드 있어요 有没有 위인 도요 음성 안 내기 있어요 有没有 위인 도요 음성 안 내기 있어요 里面有小卖部吗 안 내 매점 있어요 里面有小卖部吗 안 내 매점 있어요 那好 我们学了很多内容 你们记住了没有 这个呢 我们只能 买得到 票 然后在那边 找得到 食堂 小卖部 那样就可以了 那大家辛苦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네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다음 시간에 뵐게요 안녕